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一分钟 每周一到周五更新 智障的表弟 睡觉总奥着 要想睡得好 枕头很重要 今天就让哥来教你怎么挑 选枕头除了要考虑形状 高度 材料以外 还得要结合自己睡觉的姿势 喜欢平躺着睡的 就不要挑太高的枕头 一拳高就可以了 枕在靠近波茧的地方 用来支撑颈椎 另外 里子一定要柔软 且弹力十足 多孔纤维枕头就很好 透气弹性大 喜欢侧身睡的 枕头就要稍硬一些 高度和肩宽差不多就行 这样压下去 才能保证脖子和身体平直 让颈部肌肉放松 避免落枕 草脉枕头就不错 冬暖夏凉 清热去火 还能顺着头部移动 改变形状 那些趴着睡的 一定要挑薄的枕头才行 不一定要拿来枕头 也可以垫在腹部 缓冲趴着时对内脏的压迫 羽绒枕头再合适不过了 既碰松又透气 当然前提是你不会对羽绒过敏 如果颈椎不好 就要选记忆枕 记忆枕能吸收冲击力 减轻压迫感 还能固定头型 防止落枕 脸上有道儿的话 那就选天然乳胶枕 能防满一军 弹性好 不变形 还容易清洗 千方百计地挑对了枕头 一个不小心还是落枕了 那还不赶紧去看看 一分钟教你落枕怎么办 喜大普奔 飞蝶说三周年 我为动画狂竞猜游戏已正式上线 亲爱的蝶子们 如果你自认约动画无数 我们撑腰你来挑战 气质不够 实力来凑 今日起至12月20日 扫描屏幕中二维码 参与竞猜游戏 iPhone 6s等一系列大奖分分钟入袋 还等什么 快来参加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